KNN,也就是K近零演算法 是一種給予距離的監督式學習方法 它的核心概念是一種比較新資料跟以標記資料之間的距離 來預測它是屬於哪一類或是哪一個數值 這種方法既可以用來做分類問題 也能解決回歸任務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物語類聚的概念 KNN的運作方式很簡單 可以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步,我們會計算新資料與所有已知資料的距離 第二步,把所有距離從小拍到大 找到與新資料點最近的鄰居 第三步,最後,決定一個K值 最近的K個鄰居回來投票 看哪一個類別出現次數最多 這個類別就會成為我們的預測結果 KNN和其他機器學習演算法最大的不同在於 它沒有訓練的這個過程 也不會預先建立模型參數 而是直接把資料輸入進來 就開始計算與其他資料點的距離 而常見的計算距離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個是歐基里的距離 計算的是兩點之間的直線距離 第二個是曼哈頓距離 它只能直交轉彎,不能斜走 它是沿著坐標走的距離總和 第三個是明示距離 它是一種彈性距離函數 有調整參數P可以來變化距離的特性 可以發現當P等於110就是曼哈頓距離 當P等於20就是歐基里的距離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可以包辦前兩種的通用版本 當我們完成距離計算後 接著就會把所有鄰居從近到遠排序 然後選出前K個最近的鄰居來投票 這時候我們就來決定一個關鍵參數 K值 K值的意思就是我們會參考幾位鄰居來投票 如果K等於5 那就選出最近的5個資料點來投票 投票結果是綠色比較多 那預測結果就是綠色 如果K等於9 那就選出最近的9個資料點 你會發現投票結果變成藍色比較多 那預測結果就是藍色 所以說K值的選擇會直接影響最終分類的結果 如果K值太小 容易被噪音資料干擾造成過擬核 如果K值太大 會把一些不相關的資料也納入投票 導致欠擬核 通常K值的大小 會選擇一樣本數量的平方跟附近的整數 並且會選擇積數 這是為了避免票數打拼的情況發生 但實際應用又是如何進行的呢 在機器學習從理論到實作攻略這本書中 有一個實用範例 使用K2N來分類葡萄酒的品質 在這個案例中 我們的目標是根據葡萄酒的特徵 來預測它屬於哪一個品質等級 這些特徵可以包括 酒精濃度 酸度 糖分 PH值 我們可以從公開數據中蒐集資料 例如紅酒 白酒品質資料 或者是酒廠內部的品管數據中 取得這些特徵資料 並附上品質評分作為標籤 接著我們就可以利用K2N來進行分類 根據這些物理和化學特性 判斷每一瓶酒屬於哪一個品質等級 例如低中高品質 為了評估分類效果 我們會使用混淆矩陣 透過它來觀察模型 在不同分類上的預測準確率 並試著調整不同的K值 找出表現最好的那個K 這樣我們就能確定最佳的K值參數 提升分類效果 K2N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限制 K2N的優點是 簡單易懂 沒有複雜的參數或模型架構 適用於非線性的問題 需要假設資料分布或線性關係 適合小樣本資料 當資料量不大時 K2N可以表現得很不錯 但K2N的挑戰就是計算成本高 當資料一多計算過程就會變得很慢 對特徵說方敏感 不同變數的數值範圍不同 計算距離可能會產生誤差 因此需要標準化處理 並且容易受到異常值影響 如果有些特徵含有極端值 可能就會干擾預測結果 無論是分類還是回歸問題 只要你掌握了距離的計算 K值的調整 資料的前處理 K2N就能成為一把好用的工具 希望這支影片讓你對K2N有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知道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